大家好,我是芽沛营养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营养小时间特餐日系列 今天的主题是儿童节的特餐日 那你知道儿童节的由来是什么吗? 其实在1925年国境儿童幸福促进会 强调儿童在精神上的享受 还有避免儿童做危险的工作 鼓励小朋友学习新知识 在召开国际大会的时候 提出具体的方针而制定了儿童节 那其实在6月1号的国际儿童节 是起源于悲惨事件 为了悼念第二次世界大战遇害的小朋友 台湾的部分呢 其实在民国21年的时候 就提议4月4号为儿童节 并且定为国定假日 所以我们才能放假 另外呢还会举办一些游乐园的活动啊 或者是发送小礼物 今天呢来到深美国小 我们来邀请我们的韩姨营养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韩姨营养师 那我们一起营养师韩姨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深美国小今天儿童节的营养午餐 吃点什么特别的呢? 好 其实我们今天儿童节的营养午餐 其实有一半是我们自治市场 跟我一起讨论出来的菜单喔 那这些菜单其实是小朋友许愿的 就像是汉堡啊薯条这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餐点有 就是蘑菇起司汉堡 然后还有鱼炖排 跟我们的白酱起司双菇 还有炖菌菇跟香蕉牛奶 最后是我们压轴奶瓜浓汤 好那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营养午餐里面特别的营养素吗? 好啊其实今天营养素完营养师 大概整理了一下 其实我们小朋友现在在成长阶段有几个 维生素是特别需要的 好那首先是我们维生素A的部分啊 其实维生素A它对于我们的眼睛 还有对于我们的皮肤都是好的 那维生素B它是一个家族 这些东西其实都对于我们的神经循环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C的部分呢主要是制造我们的血球 还有帮助我们抗氧化 好维生素D呢其实是骨骼 骨骼生长的部分是需要维生素D的 还有维生素E它是抗氧化 其实刚刚有说到我们最后压轴的营养午餐 其实是我们的南瓜农产米饭 营养师呢因为现在3C的小朋友太多 且我们学校的近视率竟然高达了48% 对所以我们学校的代言这些小朋友很多 那维生素A到底来自于哪些东西呢? 我知道有南瓜红萝卜还有哪一些食材呢? 好营养师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维生素它有分为两种的维生素A 一种是前维生素A 一种是维生素A 好维生素A其实多半来自于肉类食品 蛋啊肉啊或者是乳制品 那如果前维生素A就像是我们平常看到一些蔬菜啊 南瓜红萝卜甚至于一些植物油水果这些 都是属于前维生素A 如果我们有缺乏症的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哦 像是有夜盲症啊眼睛肝 或者是像皮肤骚痒症啊 或者是容易掉发 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是因为维生素A开始缺乏了 营养师跟大家小提醒一下 一杯250cc的红萝卜汁 大概就是一天需要的量了 我们也不能够多超量 那这个白酱炖花叶菜里面啊 其实奶粉 起司还有我们今天提供的鲜奶 都可以帮助我们儿童增加奶类的摄取量耶 是我们今天的菜单其实为了有一个小小巧思 就是盖子的部分 因为我们国家小朋友真的一年不如一年的升高 尤其是快追不上日本的小朋友 所以营养师今天这个套餐啊 我们总共的一个盖子 大概是582毫克的量 其实呢我们这么多国家有不同的习俗 还有我们学校特制的营养午餐等等 其实都希望是为了庆祝儿童节 初中都是为了希望儿童呢 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 而且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哦 那最后我们去看看一下 升美国小的学生吃营养午餐的亲情吧 好 我走吧